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一套台湾白色恐怖小说选 是由胡书文跟童伟格一起编选的 这套书的总标题叫做 让过去成为此刻 在这套书当中 四卷选出了将近20位作家 关于台湾过去白色恐怖的 各种不同方面小说的记载 这套书 书名叫做让过去成为此刻 负负责出版的春山总编辑 庄瑞林 告诉我们选集的书名 来自于成烂 他的一首诗 这诗最后几句 由北道翻译成为中文 说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时间动荡 有颗跳动的心 是过去成为此刻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 的的确确这几行是 跟我们对于白色恐怖的认知跟理解 有着相应之处 白色恐怖是台湾历史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殊的权利 跟政治的现象 但是长期以来 白色恐怖所制造的 最重要的一个效果 是让人不能够公开的谈论白色恐怖 即使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 到底白色恐怖是什么 我们如何理解白色恐怖 在白色恐怖风行的时候 这是一个禁忌 在白色恐怖过去了之后 它就变成了过去 所以这部书最重大的意义 也就是要让这个过去 现在可以让更多的人 有一种此刻的认知跟理解 胡舒文跟同伟伟 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整理 过去从1940年代 一直到接近最近的2010年代 曾经出现过 触及到白色恐怖题材的这些小说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们有着对于到底什么是白色恐怖 以及什么是小说 非常深刻的认知跟理解 所以他们并没有 因为要呈现白色恐怖 而在小说的美学上面让步 另外他们也不会特别为了小说美学的考虑 而坚损了呈现出来白色恐怖时代的力量 我们来看一下胡舒文他的编者序 他说 曾经面对白色恐怖 如同面对一座废墟 废墟里有死伤 有监狱 有恐惧 断圆残壁里 回荡的震额欲聋的沉默 这个沉默是非常重要的 白色恐怖让人家不能够诉说 这个恐怖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禁止把发生的事情说出来 所以白色恐怖闪烁着微微跳动的光点 只是那些光点覆满尘土 很少有人伸手去解 为什么会有白色恐怖呢 依照胡舒文他的编者序 他把他追索到二次大战结束 二次大战结束 日本帝国战败 台湾送走了殖民政权 迎来了新的祖国 但是这个祖国就像马奎斯笔下的朝夜风暴 是一场没完没了的内战的遗物 他们像一阵暴风刮到这里 在岛屿的中心扎下根来 尾随其后的是枯枝败叶 先是二二八事件 接下来有清香 再来是戒严 然后就是白色恐怖 美苏冷战和寒战 这里胡舒文引用了马奎斯 在枯枝败叶小说里面的这一句话 枯枝败叶冷酷无情 枯枝败叶臭气熏甜 既有皮肤分泌处的汗臭 又有隐蔽的死亡的气味 在这一群风暴般袭来的陌生面孔之间 最早与较早的居民 反而成为违剑般的存在 在自己的故乡旧地流亡 这段二次大战刚结束的情况 小说选当中就选了 乌作流非常重要的作品 波斯坦克长来予以呈现 乌作流的这一篇小说 他最早是在1948年的5月发表的 这是乌作流用日文所写成的 为什么叫做波斯坦克长 牵涉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波斯坦 波斯坦指的是波斯坦宣言 在这篇小说最前面 乌作流写了这样一篇小序 但这个序文如果对于历史背景 不了解的人不见得能够读得懂 我们先看看他写了什么 他说在这个世纪里指的是20世纪 最伟大的事物也许要算是波斯坦宣言了 因为他是正当全世界十数亿人 在疯狂的流血流泪在争斗的时候 被宣告出来的 因了他着实产生了好些东西 也波斯坦政治家 还有波斯坦博士 波斯坦教授 波斯坦爆发户 波斯坦社长等等 而我们的波斯坦科长 正也是其中之一 他的容貌深色 虽不无有意之处 而其为可喜可贺的历史的产物 却是无可质疑的 这一整段话充满了讽刺 什么叫做波斯坦宣言 波斯坦宣言最关键的一个内容 那就是美苏和中国 美苏中的政治领袖 他们在会议了之后 发布的宣言 也就是日本战败之后 要把被割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 归还给中国 这是波斯坦宣言最重要的内容 吴卓流就讽刺 因为在战争结束之后 依循着波斯坦宣言的结论 把台湾还给了中国 所以产生了许许多多荒唐的现象 而他写的波斯坦科长 就是指的 在那个接收的过程当中 当台湾被交还给中国的过程 所产生的官僚体系当中 忠诚的这些人 这些人他们从中国大陆来到了台湾 那他们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是借由波斯坦宣言 所提供给他们的机会 他们有些什么样特殊的性格 这就是这篇小说所要表达的 这篇小说因为是 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就写下来 而且是用日文写 用日文发表的 所以能够保留战争刚结束的许多细节 例如说在小说里面 小说里虽然带着嘲讽的意味 但是有他写实的部分 像是讲到了这个波斯坦科长 范汉智 他追求台湾少女玉兰 他们两个人到北头去 雪完了温泉之后出来了 无作流描述这个情景 这个时候太阳已经熄清了 他们两个人慢慢散步 走向教育会馆 洗澡后的疲倦 因清风为服 而又起无限的春丝 白黄相见的蝴蝶在花间互相追逐 青年男女都双双对对的散步着 小鸟鸣唱 百花斗艳 无限春光充溢在天地间 小谷流水如滚玉细明 玉兰由于范汉智的甜言蜜语 欣赏的人间如春的美景 心里有着这样继续走下去 不愿离开之改 不久走到了教育会馆的前面 花开着 花盛开着 这边那边 地上铺着白绝如玉的细纱 在这样的一片春景当中 接下来发生什么 对面有年轻的一对 手拉着手走过来 走近一看 玉兰一愣 哇 天下之大 竟然有这么巧的事 原来对方是欧会 什么叫做欧会呢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日本人组织台湾人 高女毕业生 去当特种护士 所组成的叫做海鸥的欧的欧会 还可以看到了 跟他一起参加过欧会的会员之一 慧英小姐 而且更巧的是 跟慧英小姐走在一起的 另外的那个男士 也是范汉子所认识离别的好几年的 陈德卿 陈德卿呢 是范汉子参加北伐时的同志 抗战时候离别以后 一直没有消息 好像呢 这个陈德卿是从重庆出来的 那范汉子自己的背景是什么 小说一开始我们就知道 他是在上海 为政府当过差使的 所以这个时候 他一想到重庆这两个字 就会觉得不太舒服 带着微微自救的心理 跟陈汉清寒暄 续说别后的情况 另外这边是慧英跟玉兰 他们同样参加过欧会 在特别看护富时代 一起被派遣到香港去过 回台之后呢 这个慧英很厉害 他身作欧会的干事 勇敢的活跃着 出征军人的欢送 遗嘱或者是伤病病的慰问 献金运动等等 这都是日本在战争时期 动员台湾人所参与的 黄民化运动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一些活动 而慧英一直积极的参与着 以至于成为 黄民奉公会的别动队 他常常在台上 大声急服务的向民众演说 哇那时候的慧英 是他的黄金时代 被莫为台湾女性的代表 方明甚至常常出现在暴章 可是接下来 乌州流这么简单的说 时代让这个慧英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告诉大家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N93.1 AN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N93.1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造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N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这套书 由春山出版公司刚刚出版 台湾白色恐怖小说选 它有一个总标题 叫做让过去成为此刻 是胡舒文跟童伟格主编的 它的第一卷 它有一个标题 是雪的预感 在第一卷当中 所收录的小说 主要是描述 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了之后 因为波斯坦宣言的关系 被交还给中国 在接收的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事 其中收录了 吴作流的经典小说作品 波斯坦科长 在波斯坦科长当中 波斯坦科长 用讽刺的语气 描述了战后 不只是外省人 如何来到台湾 还有台湾人 如何经历了这些变化 小说主要是透过 一位台湾女性 叫玉兰 来呈现 那个时代的动荡 玉兰在北投 遇到了日志时期 一起参加过 欧会的一个朋友 慧英 这个慧英在日本时代 曾经是皇民奉公会里面 非常活跃的分子 但是战争结束之后 吴作流就描述 以前他每天早晨 在日本神坛前祈祷 如今神坛撤去 换上了 孙中山先生的遗像 而且不知在什么时候 把日本的服装也丢弃了 换上了华美的旗袍 这就是所谓 光复姿态 而且这个时候 陪伴他走路的人 不再是日本兵 而是中国的军官 所以两个人见了面 慧英就说 玉兰小姐 你也 你也什么呢 因为在玉兰旁边 跟他一起走路的 也是新来到台湾的外省人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 就握握手 互相用笑容 演示了一切 然后简单的把个人的男友 介绍了一下 就离开了 吴作流要写的 不只是当时外省人来到台湾 用什么样的方式接收 在接收的过程当中 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弊端 如果是这样 这部小说不会那么样丰富 我们今天读这篇小说 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那就是 它保留了战争 刚刚结束的台湾的景象 台湾景象的写实 例如说 小说里写到了 玉兰跟范汉子 他们去读蜜月旅行 蜜月旅行 要搭火车 我们看一下 这个火车旅游的场景 他们在二水下了车 改成吉吉县 这个时候二水的车站 身穿蓝绿的叫花子 五六个人 群集在车站 背着小孩的妇人 瞎眼的老婆婆 贫血的青年 不论哪一个 都用哀怜的声音 在求施舍 玉兰就个个给他们一点点钱 忽然从旁边 有人一句话也不说 就把手伸到玉兰的面前 那手看起来完全没有血色 冷冰的异样的清白 玉兰吓了一跳 无意识的退了一步 肮脏的妇人 无言的 瞪着大眼 口里留着唾液 呆立着 玉兰看了 更加胸里难受 慌张的从皮包里 捡出一点钱 丢给了她 马上离开那里 出道走廊 走廊边 有全身污垢的小孩 在卖花生米 虽然没什么 也有点讨厌 不久往水里坑的货车来了 非常粗漏的车辆 没有一等二等的客车 只有三等的 车厢里好像消费市场一样 卖东西的小孩 走来走去 卖饼干 卖白粉 卖药 卖肉粽 卖花生米 在混杂的车厢里挤着 都懒生意 每到一个站 总有很多的包裹 送入到车厢里来 有米 有蔬菜 有鸡 完全没有限制 到了浊水站 挑着鸭子的人 想要从窗口挤入车厢里 鸭子的叫声跟臭味 一同进到了车内 坐在窗边的人 虽然阻止了她 可是呢 她还不管 把鸭笼子呢 就从窗子里塞了进来 附近的人没办法 就只好站起来 让她 接着这个鸭笼子呢 也从窗口爬了进来 大家都觉得很讨厌 被弄脏的乘客 跟鸭笼争吵了一下 但没有结果 也就只能够随便她了 所以又有人 带着不屑的神器 挖骨的说 哇 这个光复雨后 家畜的待遇 真的提高了 鸡呀呀 都可以做客车了 旁边坐的声势呢 也就接着说 因为猪鸭 她也完全自由平等 没有办法的 说了呢 大家都笑了起来 可是这些话 听在玉兰的口里面 觉得很不愉快 心里面总觉得 他们好像是在批评 自己的丈夫 而将过去 对于日本人的情感 也就是对日本人的厌恶 移向了唐山人 光复那时候 狂热的欢迎的人们 到这个时候 不过就是半年的时间 热烈的感情 不再消失了 反而在他们的眼中 满意着 不平跟不满的反感 也因此 对于跟着唐山人 在唐山人身边的 玉兰 好像也带着一种 污蔑的眼光 来看他 所以再下来 火车又搭了半个小时 到了水里坑 那是一个很杂乱的小站 有很多面形粗鲁的 劳动者一般的男人 在那里也下车了 接着他们就改搭 公路局的汽车 夕阳清晰的时候 到达了日月潭 到这个时候 他就想 哎呀 如果可以坐 私家汽车 出来斗风的话 途中的风景 还可以一一的欣赏 但是在混杂的 公路局的汽车里 什么也没有看见 映入眼幕来的 只有两旁的山和路数 真是平凡 终于到了日月潭 这个时候他看着日月潭的潭水 这是古老时代 所留下来的潭水 古色苍然 而且清仓的 有点可怕 还带有神秘的碧绿 广阔的湖里面 出现群川的倒影 却一点涟漪都没有 湖面宛如平静 上面浮着独木轴 湖山一色 使人向往几千年的往事 什么样几千年的往事呢 在文明的风气没有吹到之前 这里裸体的男女 吸着主 宰歌宰舞 坐上独木轴弹起 在月下高歌 在大自然下 终其一生 那里没有文明的烦恼 没有利欲病者 也没有权利欲的狂者 所以也没有充满物欲卑鄙的人 不需要竞争 睡在花间 湖上高歌 春来了 则在樱花下醉舞 下来了 则听着 溪流 蝉蝉之声 秋天则仰望 中秋明月 而谈爱 冬天 则欣赏 白雪 而待春来 她受到这大自然的神秘的感召 而开始念慕 太古时代 这是玉兰 所想到的 可是 她的丈夫 新婚的丈夫 范汉子 她想的不一样 他们两个人进入到了 韩碧楼 到了韩碧楼 范汉子 念字在字的 是写了这样两首诗 汉诗 古诗 山外青山 湖外湖 白云深处 静伦孤 悠悠日月 谈中水 独木周福 重调土 满歌楚曲 玉玲珑 秋水谈天 一色荣 寒碧楼头 观日月 群山倒影 入虎中 写了这两首 七言绝句 非常非常的得意 高声朗诵 低声涌吟 最后呢 竟然不能够安静的坐着 在房里面 边走边唱起来 这是两个人 这非常清楚的 就显现出来 两个人虽然都在 日月潭 但是就有 不一样的感受 另外一个 非常清楚的 相依的感受 发生在高雄 宇宙流呢 把我们揭露了 那时候 高雄的景况 高雄 满目荒凉 展现出 战祸 凄惨的地狱的土卷 钢筋水泥的残骸 满街满市 玉兰 做梦都没有想到 花了五十年的努力 建成的一个 现代的都市 会被破坏到 这种地步 周厅 市工所 等几栋大楼 都倾倒着 看着 他就不进脚 唱天啊 为什么要给人类 智慧呢 他不能不怨天 但也经不住 留下了一局 怜悯的眼泪 这里曾经是 日本帝国主义的 南方基地 极科学的精华 进行近代化 然而没有一点效果 如今都跟 日本帝国的野心 同归于乌有 令人看起来 惊心触目 他看见 哭倦了的同胞们 还在喘息 挣扎的样子 觉得悲痛 在高雄市内 不论到什么地方 战争的惨期 都严重的刺激神经 所看到的 都是荒凉一片 断砖 残瓦 散满一地 在阳光下 散散发亮 钢古 混泥土的残骸 横躺着 蛋坑成为大池子 积着幽黑的水 无数的绝绝 在那里钻斗 看到这些 他不免 为战争的残酷 而站立 他在高雄市区里 逛来逛去 不久 身心都觉得 疲倦极了 于是他想这时 疲倦的神经 得到休息 就走向了寿山 寿山也失去 过去的面貌 任凭 野草长着 不过还好 山上的眺望 还不错 港内有多艘 被炸毁的船 出了叫 半个船身 淹在水里的 只有船尾 露出水面 江岛未岛 他在远望 临世 红包港的夹团 从巴士海峡 涌来的波涛 打在海岸 见起白色的水化 再折了回去 再和广阔的绿坡 相接飘向远海而去 柔软的微波 与清空 成为一道白线 遥远的海洋当中 海轮悠悠的 向前移动 他的心 跟着这广阔的绿坡 开朗 感觉久看不厌 但是也就在这个 关键的时刻 新昆的丈夫 范汉芝就说 没有多大意思 我们回去吧 波茲兰科长 以及小说学里面 其他的小说 从各个不同的面向 帮我们保留 也就是帮我们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带着我们 回去到 那样一个 战争刚刚结束 非常特别的 台湾的情境 这是白色恐怖 小说学 之所以称之为叫 让过去成为此刻 我们是应该 让这些 感到陌生的过去 藉由一篇一篇 生动的小说 变成现在 进入到我们的 台湾意识里 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 让过去成为此刻 台湾白色恐怖小说学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